今天我們的課程要進入到比與比值的應用題 那我們前面學了什麼?最簡單的整數比對不對? 那我們學知道什麼叫做比,什麼叫做比值 那我們要利用比跟比值來進行應用題的解題 好,我們已經練習完了,那我們指派今天的作業了 任務,回家學習的任務了 好,那我們把任務指派出去了 好,那我陪妳做的這一題 妳先把題目念一遍 一個長方形長和寬的比是18比12 如果寬是150公分,長是幾公分 好,那妳要怎麼先設它的等比 好,那Jinger已經計算完這一題了 那我們來請他說說看 他怎麼列出這些式子 或者是他怎麼計算的 我把男生人數設為X,所以我列出了這個等比的例子 在這個算式中,我知道9要變成45要乘以5 所以8要變成X要乘以5 所以8乘以5等於X 所以男生有40位 好,絕大部分的人都已經做完了 那還沒做完,我們先不等他 我們看一下你們做的狀況 大致上呢 3、4題就已經完成了任務 有人還是不太熟 做了7題左右 那我們陪不熟的人一起再多練習一題好不好 好 好 好,那今天呢 你還沒有完成任務的 一樣回去完成 那一樣我們今天還有派回家的任務對不對